新闻开始但您关心马路上状况多 在国道3号北上南港系纸路段 发生了5车追撞意外 惊险画面曝光 商行车被撞成了夹心饼干 也造成6个人受伤 其中更有1个人一度涉困车内 而另外在台北市民高架上 也有驾驶一时恍神 自撞分隔岛 整辆车都被撞飞了 至于在新北市新庄 则有骑士不断的铁紧公车来骑 没有想到一个重心不温倒在地上 当场被卷进车底下不幸丧命 小货车在国道上开啊开 看到前面塞车的驾驶 竟然完全没要刹车 下秒撞了上去 前面的箱形车瞬间成了夹心饼干 零件四散撞击力道不小 而且有人受困 救护人员改抵现场先将人救出再说 事发国道3号北上南港细止路段 小货车驾驶实在太恍神 根本没注意车况 尿武车连环撞意外 造成6人受伤 甚至一度还有人受困车内 索性松衣没有大碍 同样开车不留神的还有他 台北市市民高架上 轿车原本都正常行驶在自己的车道上 但怎么开着开着 一路往左偏 下秒碰的一声撞上中央分隔岛 这辆车弹飞了起来卡在路中央 热心民众停下车子 赶紧搬开车门将驾驶救出来 还好人没有怎样 但新北市新庄这起事故骑士则是不幸赏名 骑士骑在马路上 但却越来越贴近公车车身 最后整个黏了上去 向描一个重心不稳 连人带车倒地被卷入车底 送一不至 马路上状况特别多 一个不留意容易发生意外 真的得小心 再小心 接着马新的卢伯聪综合报导